郑立新牧师来回应一下 他是东部的牧师 他也参加当我们这里面的讲员 郑牧师 郑牧师在不在 马上刚刚下线 下线的是不是 好 那我们请于成人牧师 于牧师 谢谢赵小博士的分享 讲到我们 我们都是属于狮子的 那么我就想到启示录 当约翰看见那个被封的印 没有人可以打开 他就大哭 后来就有声音对他说 这个大卫家 那个狮子能够打开 但是最后他看到的不是狮子 是一只羔羊 好像被杀的 所以我的领受就是 我们要成为狮子之前 我们要先成为一只羔羊 而且是献给上帝的 那么这个被杀的羔羊 表示我们愿意 背起狮子下舍己 来跟随这位得胜的元帅 我们不先舍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 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被杀的羔羊 我们就无法成为得胜的狮子 这是我对赵晓博士信息的一点回应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虞牧师 我们也请Roy Roy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在 大概2012年吧 2012年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赵晓博士来 全部会演讲 所以就是Roy请他来的 那我们请Roy来 谢谢文正 赵晓博士 我纠正一下 不是文干 是文正 大家看我的英文 已经讲了两次都是文干 谢谢文正 这个主持了那么好的一个讨论 然后请赵晓博士 能够给我们 讲他的一些零售 所以我在想 除了我们要做一个孩子以外 做真事 说真话 那么最重要的看 我们在天国的位置是什么 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大家都在真位置 从真到政治局还是常委 都在排位置 所以我们每个在线上的 主内的弟兄跟朋友 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在天国是什么一个位置 然后赵博士每次都给我们很多思考 谢谢赵博士 我就分享 谢谢 下面请宅弟兄 季平兄 季平兄 谢谢 感谢主 赵博士能够到我们这个平台 过去我是对他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 在这个拿中华文化 基督教文化这样子的分心 分析所折服 那感谢主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他 根本没有提到中华文化的事情 就是讲到一个很单纯的爱主的心 我们在这个富裕的国家 我们在现在的环境 没有为主寻到的机会 那就趕快趁着我们现在 有的这个位置 要就位 就会有位 因为我们教会现在也是经历了 很大的复兴 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 新信主的人进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们吸纳 到小组里面 让他的生命有正常的成长 现在真的是一个分身法术 OK 就是发现过去训练的这个门徒 实在是不够多 好谢谢 下面我们请这个Paul Paul弟兄 他在好阿姨 Paul弟兄 来 Paul大哥 Paul有没有在 要打开一下音频 打开一下音频 Paul来 OK 我在应该2008 09年的时候 带着韩伯德跟Roger 到了上海去访问 那上海的弟兄 就跟我说 你要去认识赵小 我说赵小是谁 我不认识 后来他们又要去温州 那个工商团契的大会 那么弟兄 又跟我讲说 你要到北京去见赵小 奇怪 怎么每个人都跟我讲 说去赵小 我不认识他 就感谢主 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到了北京之后 赵小就邀请我们到他家去 传讲是些什么 尼加拉瓜的大复兴 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说 赵小有一个像小孩子的心 他不知道我是谁 也不知道很多的是谁 但是我所讲的是说 一个尼加拉瓜的前污 会能够让整个国家翻转 有65%是基督徒 他就非常的慎重 每一个我们所讲的细节 他要北大的学生来录影 录影到晚上很晚 他还说 我从来不在外面吃饭 今天晚上我要请你们到吃海鲜 哇 真的很感谢主 还要要求 第二天 你还要再到我们这个 这个 他的办公室来分享 所以我从九点钟分享到 大概下午两点钟都没有休息 而且全程录影 我要讲的真正的重点 他就是像有一个小孩子的心 他听到这个 能够让国家整个翻转 他就非常的愿意接受 他不管他是博士 但是他看到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但是他很愿意承受很多 从国度来的一些信息 我在这里特别要来赞赏 他对这个整个国家 这个信仰非常的看重 不管怎么样来翻转 他都要听 他甚至还要到乌干达去 去访问 乌干达有90%是基督徒 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这个破地兄 那我们下面 我还点名几位 那其他的人呢 我们会开放给会众 那你们有问题 可以写在这个chair room上面 不管是请教 这个赵博士的呢 或者是你要回应的话 都可以写在上面 那我们等一下会请Sherry来念一下 那我还看到几位认识的 这个弟兄或姐妹 我看到这个李小燕 小燕 小燕姐妹 来要不要回应一下 小燕姐妹 有没有在 没有 来 我看到David Wang David Wang来 David Wang要不要回应一下 David 谢谢跟弟兄 那刚才赵小博士的分享 也真的是很敢 他讲到这个 这个天国的福音 天堂的福音 那真的是 让我们很受用 不好意思 其实我是在开车 因为在接孩子 回来这个 就要回来路上 那我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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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 很感应 也特别 这个 真是觉得赵小博士 被这个国家派出来 但是 能够得到这 得到这个福音 让我们这个 让我们这个国家 让我们这个民族 真的是更有希望 这也是我们感应的 我是自己啊 谢谢 赵小博士 好 谢谢 赵老师 赵老师 要不要回应一下 赵老师在不在上面 好的 那个 感谢主啊 这个 刚才我特别高兴啊 因为每一个 都是我所爱的 而且呢 都是 都是我最好的兄弟啊 你看 启明 启明是很早很早起来啊 这个 是吧 上次也是 他一定要参加我们的 这个会 其实我就知道 他的 他的这种 这种爱主火热 包括他跟 他的妻子 两个人 这么多年的征战 都是特别激励 激励我感动我的 然后呢 这个洛伊也是这样 是个 林长老是吧 然后这个 等等啊 这个 包括仪慕斯啊 仪慕斯刚才讲的 也是特别好啊 就是我们先要 悔改啊 这个是吧 我们先要 这个做小羊 我们才能做私子 那个小羊 其实就是孩子 回转就是悔改 不回转像孩子 做小羊 你做不了私子 你根本不听神的 自己是做不了私子的 只有悔转 在基督里悔改 才有可能做私子 都是特别棒的 感谢神 那么波奈讲的呢 刚才讲的就 尤其让我感动 这个我还要跟 波奈弟兄再合作 因为尼加拉瓜的 那个弟兄的 真的太感动了 那个汉波多弟兄 后来呢 这个 波奈呢 这个 用了很多的努力 把汉波多 请到 去中国去 在海南 向所有的弟兄姐妹 来传递尼加拉瓜的 那个转化了一下 尼加拉瓜的转化 是商人转化的 一个唯一的一个案例 我在前几天看到 有各种的转化的案例 它是前夫会 这个弟兄们 这个用二十多年的时间 通过参会的方式 把这个国家给吃掉 这个国家带领了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来信 这个特别激励我们 所有的职场的弟兄姐妹 职场的弟兄姐妹 也能做这么大的事 其实他们也 当我见到汉波多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个孩子 你看他甚至不是 很善于言辞的 我以为他肯定是 很善于言辞的一个人 结果那个波奈说 他不是他 他不是那个特别会说的人 可是我见了他的面之后 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像个孩子 也是那么刺诚 就站在那儿 二十多年 能够带领尼加拉瓜 前夫会的弟兄姐妹 每个礼拜办餐会 二十多年 把这个国家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带来信主 翻转这个国家 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 吸毒的国家 变成一个 中美洲最受灵珍重的国家 我经常在商人里头 传递这个信息 因为太感动 太震撼了 是波奈给我们带来的祝福 所以我想说 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而且神把我们 找就连接在一起 中国的转化 我一直讲 是一个世界大战 不光是中国的事 更不只是中国人的事 是全球的 一个属灵的征战 的主战场 所以我说 中国在此时此刻 它处在属灵征战的主战场 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也不是因为 狭隘的民族主义 但是我们知道 神有祂的心意 就像一开始 福音要往东传 神就明明地拦走着他们 圣灵让他们往西传 听到马其顿的呼声 他们第一个转化的是罗马 然后福音甚至 甚至这种方向 从欧洲转化之后 又转化了白美 美国成为一个新教的国家 今天美国正在受到攻击 我们看到 很多的基督教的城墙 也已经倒塌了 我们需要重建 但是以此同时 美国的重建 又跟中国的转化 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整个全球 各个版图 其实在神的手上 是一个完整的拼图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福音已经临到中国 而且我觉得 中国的鼠灵结战已经开始 它是一个主战场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说那叫抗日战争 其实那是太平洋战争 是全世界反法系战争的一个部分 那么今天的中国的转化 就是整个鼠灵征战的主战场 是核心部分 那它的最终 从鼠灵上来说 就是狮子和恶龙的决战 这个恶龙并不是今天 这个恶龙从秦始皇就开始 秦始皇是祖龙 祖龙就是龙的祖宗 他是撒旦在地上的第一个代言人 撒旦可以以任何的身份出现 他可以以法老的身份出现 可以以祖龙的身份出现 秦始皇的身份出现 也可以以凯撒的身份出现 但是我们知道 撒旦最终是后面是属灵之难 是撒旦 所以他一定要兴起 神国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来征战 而且是连在一起 我相信当中国的转化 又会激励起西方的弟兄姐妹们 起初的爱心 推动西方的回转 西方现在已经偏离神 连美国也在偏离神 但是美国这个战场的战斗 也不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看到2020年的时候 华人的基督徒 在美国大选里头开始战起来 而且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以基督教信仰为代表的一群的 所谓的保守主义者 这个人情在中国从来没出现过 他们代表着中国的新兴人类 同时也代表中国的希望 而且这帮 这批以基督信仰为背景的 或者认同基督信仰 亲和基督信仰的保守主义者 深度的参与到美国大选 为美国在那呐喊 在那鼓一鼓 所以我们可见 全世界都是连在一起的 感谢神 既然那个谁 文正特别抱歉 没关系 因为你老在干活 中文 英文是我们看 没错 请我们这个老传道人 赵老师 赵老师82岁 他在北京神学院好多年 十年 来请赵老师回应一下 好 很高兴我听了赵晓 两次的在全福会里面的演讲 我都听过 我就觉得他的讲道 有一个大的特征 他很像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 所谓的有名的传道人 是把道讲得越深越玄 让人家觉得他有学问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 在地上讲道的时候 都是把道讲得越简单 越简单越好 照小 他的就是深入浅出 不是那一个 有简入凡 这是他讲道的一个大的特征 我也觉得他神在这些的年间 神兴起了这一个所谓平民的草地的先知 平民的这个传道人 就像阿摩斯一样的 当时的人饥饿都不是因为没有饼 有饼他们不去吃 因为那个饼太难了 现在赵小把这个饼画得最简单 像今天你看他所讲的 这个孩子 进位子 师子 进子 能够把它串在一起 都是大家都能够了解的 这是我今天一点点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赵老师 那我们下面就请Sherry来读一下 有很多人回应在上面 我们请Sherry来读一下 这个观众的不管是问题 或者是回应 我们请Sherry来读 从上面一直到下面 现在有不少的这些message在上面 请Sherry来读一下 好 我先读一个最 第一个看见的 从最下面的 请问赵博士 对俄国及普京作为东正教徒 带领俄国20年 他们对世界局势和历史 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感谢主 这个问题的弟兄或者姐妹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我们看到 俄罗斯 它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 而俄罗斯的转化 它背后是什么之言呢 它依托了什么样的精神之言 或者说信仰之言就是东正教 那么关于这点呢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 特别是有一位姐妹叫百明的 她在自由亚洲电台 她最近写了三万多字的东西 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斯大林 斯大林特别喜欢听 莫扎特23号钢琴曲 然后有一个姐妹 这个弹咒了那首钢琴曲 她就喜欢的不得了 她就要她的唱片 结果发现了根本没有唱片 所以那些人 整个文化部的官员 他连夜就给他制作唱片 然后送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得到这张唱片之后 如获至宝 马上多了两万奴布给那个姐妹 但是呢 然后姐妹就给他回信 姐妹说 你这两万奴布 我兼给了这个东正教会 让他们为你罪恶的灵魂挡道 你这个 所有的人看了这封信都瞎傻了 说斯大林一定会 分分一分分分分钟 把他私绳碎片 结果斯大林的这个 在那个这个房间里面 走来走去 走了几千之后 什么话也没事 然后最终 斯大林死的时候 人们发现 他倒在地上 没能感谢救他 因为救不救 谁来救都要负责任的 最后呢 他就死在那个 倒在那个地毯上 然后留神室里边 还在放着 莫扎特23号 正是那个姐妹 谭照的音乐 这是东正教的 然后普京 普京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 这里面讲了很多的 普京的故事 还有包括我们知道 叶利钦的故事 等等 还有一本书叫做 《克里姆林宫的终身》 《克里姆林宫的终身》 是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各巴乔夫 克克勃邀请美国的福音派的代表团 到苏联去访问 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别的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不需要美国的粮食的就业 我们不需要什么 所有的东西 我们需要寻找精神 所以请你们来给我们 他们吓嗓了 他们说以前我们都是被克克勃追逐 甚至要扔到海里去的 现在请我们去访问 然后他们访问了克里姆林宫 然后他们还到了克格勃的总部 那么这本书最后说明 苏联为什么一夜之间变 它后面是什么 东正教的信仰资源 我们做企业的人 我们知道 做任何事情你需要资源 但是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 物质资源 对吧 注重的是权力资源 你跟哪个市场有认识 我们恰恰会忽略企业的文化资源 对吧 企业文化的建设多么重要 我们更会忽略精神资源和信仰资源 一个国家的转型也是这样 中国现在就像一个产烂的富人 他要生出一个新的孩子 但是就是生不下来 他没有力气 没有力气是什么 他没有资源 没有能量 这个力气和资源从哪来 从耶稣基督来 所以当我们看到 全世界碰到这么大的难处 我特别是西方的白左 在疯狂的猖狂的进攻 包括今天的美国 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普京站出来说话 普京说的是 你们别瞎折腾了 你们搞的那左的一套 我们早就经历了 对吧 左的祖宗就在我们这 我们最后掉到坑里面去了 我们受了那么多苦 难道你们还要跟我们一样受苦吗 你们这帮傻帽 赶紧回头吧 他在一个经历过红左的 这种苦难的国家的领袖 向着西方来说话 向着全世界来说话 向着那些白左来说话 Stop 撒旦你退去吧 同样我们看到 在2020年美国大选里头 谁跑到前头 恰恰就是从那些左的国家出来的人 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 从古巴出来的人 从越南出来的人 他们站在特朗普的一边 为什么站在特朗普那边 不是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多么完美 而是因为特朗普代表着美国的保守组 他们不是站在特朗普那边 而是特朗普愿意站在主那边 哪怕特朗普有再多的问题 他是一个不完美的战士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苍蝇 但是他愿意做战士 愿意站在主的道上 认可基督教的信仰的价值观 他们愿意来支持川普 因为他们在左的国家 他们受了很多的苦 受了很多的害 以至当西方的这种左 左就是什么 他的本质就是偏离神 left God 偏离神 他们就要大声的呼吁 我们要回到right 回到那神的正道上去 所以保守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 不是保守 是保守神的道 保守神的真理 是守正 保守主义翻译不太好 其实我认为一个翻译为 叫守正 而普京现在发说的 就是保守主义的呼声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俄罗斯过去几百年 一直在东西方之间摇摆 现在叫不东不西 这个不是东西 他一直被西方当成是东方国家 认为他很严格 东方专制 那么东方国家不认可他 认为他是西方国家 什叶革命一声炮响 在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我们认为列宁主义代表西方 其实西方根本不认可他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知道 俄罗斯的归宿很清楚 它的归宿是西方 西方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基督化 俄罗斯就像最终 包括俄罗斯的共产党总结的 俄罗斯为什么共产党会失败 为什么苏联会失败 他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失弃了东正教的信仰 他说我们的民众失弃了信仰 我们的官员失弃了政治信仰 而民众失弃了宗教信仰 所以俄罗斯他不会有别的 他甚至跟今天的中国的 所有的联盟 那只是利益的苟合 但是他最终 他的归宿是什么 他的归宿是西方 他的归宿是 他的这个信仰的源头 俄罗斯已经在大踏步的回归 同时普京在这个观念的时候 发出这个声音 我认为是很了不起 我作为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地形 这个我为他 我为他这个喝采 那赵博士讲的这样 是不是普京会对中国 会产生很正面的影响 对中国的政治 我相信普京会发生他的影响 这个多多少少会发生他的关系 因为作为一个国家领袖 他是非常普查 他要考虑国家的利益 他要考虑很多很多 这个那么但是他的信仰 这个以及信仰所产生的价值观 那么最终会在他里面 占一个相当重要的分量 所以呢这个我们也盼望这个普京 这个尤天能够给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传递回归 谢谢 还有这个赵博士讲到说 这个上次讲到说美国很多的问题 那您觉得这个美国的出路在哪里 应该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这些现象 国家里面这些现象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这人民应该怎么做 然后政府应该怎么做 给我们来说明一下 谢谢 谢谢这个文振 这个感谢神吧 我觉得美国已经在兴起 这个202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有7000万人 站出来是吧 然后呢这个连同他们的孩子家庭 那是很多很大的一个人群 可以说美国的保守主义 这个正在回潮 以此同时呢 我们也在2020年看到了 就是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美国的属灵的觉醒 所以呢光有这样一个一个政治家 如果是某个政治家站出来 他就把美国反转了 那他就是耶稣基督 是吧 别的人都站在那里 就是啥都不用做 不是的 所以我想呢 这个神正在兴起 更多的 这个美国的教会 更多的美国的弟兄姐妹 来打属灵的仗 因为属灵的大觉醒 才是美国的出路 才是美国的关键 所以美国的唯一的前途 就是回到耶稣基督 回到耶稣基督 那赵博士我想再请问您 就是说讲到这个深层政府 那您对于深层政府的话 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跟现在的这个政局是有没有关系 那应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我觉得呢 对这些呢 我是一半用一只眼睛看 然后用两个老 用一个脑袋想 就是不要太在意这些信息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了解一下 生产政府啊 什么这个光明会啊 等等啊 但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也不要陷在里头 为什么 因为我都研究过 我研究过光明会 研究过 我很早的时候就看过这些 这个因为背后很复杂 极其复杂 甚至还牵连到 这个反犹太主义 是吧 那么我们知道 在欧洲西方的历史上 一直有个反犹太主义 甚至被希特勒所议 所以呢 阴谋认 光明会 阴谋认 狄基督 等等 一直到今天的深层政府 其实这是一条线 他有没有一些道理呢 有一些道理 有没有一些值得关注呢 也值得关注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是谁在掌权呢 耶稣基督在掌权 金王的心 在神的手中 都落空 浓沟的水 别说是深层政府了 就是那个表层政府 又怎么地呢 是吧 神要让他摧毁的话 一夜之间就摧毁了 神要让金王的心改变 这个转胜之间就改变 所以我们还是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第一 紧紧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私自已经得胜 第二呢 我们自己很简单 神让我们就是做个孩子 站在那个位置上 就那么简单 谁他得咱们 我们能够了解 深层政府吗 我们能够了解阴谋论吗 能够把他搞明白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很可能你就被他 被黑暗带走 被那种好奇心带走 因为他会有一种诱惑 人的诱惑 撒旦的诱惑 撒旦极其狡猾 他可以用美色来诱惑我们 可以用金钱来诱惑我们 权力来诱惑我们 也会用好奇心来诱惑 就像是亚当夏娃 在伊甸眼里 他们怎么上当受骗呢 他说你就吃那上当受骗的果子 是吗 然后你就啥都明白了 你的眼睛就明亮了 他们就受着诱惑 这就说到底是人心中的一种骄傲 所以我们知道隐秘的是 属乎耶和华 我们敬畏神的人 我们不要去太多的 对那些隐秘的事过意的关注 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讲的 清清楚楚的 我们赶紧就去做 比如耶稣讲得很清楚 你们就要回转向海 那我们就赶紧回转 至于这些隐秘的事 它是属于耶和华的 阴谋认了什么 深层政府 很多其实那太奥秘了 太深了 我们一旦见到那里头去 我们的脑子会被搞乱 然后该做的事 我们可能不做了 我们无意中很可能就像 养到夏娃一样 最后就受诱惑了 好 有一位他在这边讲的 他大概是跟林昭是认识的 那他是不是 我看他讲的这个意思是 这个政府的 这个国内的宣传的话 都没有提到这个林昭是基督徒 所以今天这个 在赵博士的这个演讲里面 才提到他是基督徒 是不是一般的反应 是不是这样 对的 这个说得太好 这个说得太好 这个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奥秘 耶稣基督就是力量 耶稣基督本身 他的名字就带着能量 可以说 所以这个很多人 他不敢提什么 他不敢提神的话 他可以承认说林昭是民主的女神 自由的斗士 都可以提 但是唯独不提 他是耶稣基督的身份 而林昭恰恰所做的这一切 他都是为耶稣基督 兵他的十字架做见证 所以感谢神 我们就要告诉世人 林昭是谁 他是基督的孩子 他站在基督的 那他站在那个位置上 而我们的基督徒如果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去讲 就可惜了 这就是撒旦要做的 撒旦让我们失去历史的记忆 让我们没有历史 让我们也不知道未来 也不知道意象 明无意义上必然灭亡 明无意义上不是必然放肆 而是那个言文是必然灭亡 文正你有话说 好 赵博树人跟我谈了一下 就是说呢 他对于这个知识界 或者是这个商人 这个特别是有负担 所以他年底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1212的这个论坛 那可能是两天 可能是三天 那现在还没有决定 12月也很快就到了 现在今天都11月3号 那我们也预祝他的论坛 能够成功 那到时候的话 我们会再通知大家 大家可以 一样也是在网络上面 是不是 是在网上的 线上的 这样好了 那个文正 你给我一点时间 今天我还要介绍一个姐妹 因为刚才那个弟兄呢 是跟 很感谢 他是跟林昭有关系的 他说他的丈夫 他的那个姐妹 他跟他的丈夫呢 是认识的 是那个 是林昭的同学 等等 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呢 也是跟林昭有关系 这个 他给林昭 这个 拍了一部电影 那么我给他 给大家呢 这个我要介绍一下 这个电影 然后呢 也要介绍一下这个姐妹 并且请求大家来 帮助 帮助他一下 这个 我们看一下 他这部电影的 一个片花 两分钟 这就是这样我们遇到的革命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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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 messiah 为了解 人们的灰狂 的灰狂 和的负责 的国家 我做 我 我愿意参加 革命的革命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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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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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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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